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次机会和平台让我带领大家去了解和感受古针的魅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讲座内容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将会讲到的内容 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对,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古针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古针有什么常用的演奏技法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做一点争取的鉴赏 好,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古针是什么 我想在讲座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有个小小的互动 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对古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或者说当你听到古针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有人发言吗 如果你想说的话就 Cecilia,你把你的Mine打开 对,打开你的Mine 我觉得古针很就是 Calm还有很Relaxing 我很喜欢古针 啊,你好可爱 对,听起来非常的Calm and Relaxing,对不对 听起来很舒服,对吗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古针的历史好不好 好,那古针呢 那古针呢,它的音色特别的优美 然后音域啊,非常的宽广 它富有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大家知道古针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是不是有,一共有2500多年的历史 那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呢 秦朝,那时候在秦朝 我们的古针就开始广泛的流传了 那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把古针叫做秦针 那随着这个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我们之前古代的古针 肯定不是像我们现代这个样子的 以前的古针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的古针是由五弦的 用竹子做的一个乐器发展演变而成的 是有点像古针,对不对,看起来 然后到秦汉时期呢就慢慢变成了十二弦 就是第二个图片 跟现在的有一点相似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接下来变在了随唐时期变成了十三弦 那大家是不是有了解到在唐朝的时候 我们的在唐朝的那个时期是非常繁荣昌盛的 那许多的那些外来的使者啊 都会来我们的唐朝来取经 然后也是把我们的进行非常多的文化和交流 那这个时候呢,古针就被流传到了日本 那日本就是有一个跟古针非常相似的乐器 英文名叫Koto 日本针 那它是十三弦的这样的一个乐器 大家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个Koto 看起来是跟古针很相似 但是呢,它的样子跟古针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对 等一下我们会听到这个Koto是什么样的声音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接下来到明朝和清朝的时候 古针就变成了十四弦了 到清朝,十六弦 在十六弦的时候呢 古针是非常开始广泛流传的 许多人都知道古针是十六弦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弦跟这个时候的弦非常不一样 十六弦的古针是运用了钢丝弦 那么钢丝弦它外面没有那个尼龙材质包裹 那听起来呢,它的声音是很亮很尖 但是因为少了一层的保护就很容易断 所以它的那个 对于我们乐曲的这个技法是有限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到了共和国时代了 我们的古针慢慢的增加到了二十一弦 变成了四个八度的古针 那赵玉栽和王一枝这两位先生呢 都是对我们的古针改革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那王一枝先生呢 发明了一个新型的古针弦 是运用了金属芯 也就是钢丝和丝绸涂层 还有尼龙缠绕弦缠在它的外面 这个与那个改革之前的这个钢丝弦对比起来呢 新型弦更加的强壮有韧性 能更加能承受大的力度 还有非常现代的技法这样子的一个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slides 我想给大家了解一下 除了在中国的古针 其他的国家也有与古针非常相似的乐器 那刚才我有讲过 有这个日本针Koto 然后还有韩国的嘉耶琴 然后还有越南的越南针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个韩国嘉耶琴是怎么样的声音 好 可以停在这儿 谢谢 这个小女孩特别可爱啊 她演奏的是这个韩国的嘉耶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她的手上有戴指甲吗 好像是没有戴的 那在韩国呢 她是不戴一甲弹琴 然后他们弹的这个方式呢 比较多于是 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扎装贴弦的这个技法 听起来我们的音色跟古针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针Koto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 2 3 4 2 3 4 可以停在这 好 发现了吗 大家 我们这个 日本针呢 它其实手上是有带指甲的 但是它指甲呢 好像是跟我们的古针指甲非常不一样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形状 然后是比较厚的 然后 所以它跟古针的音色也是非常不一样 它听起来比较厚重一些 弦的话也会比较粗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越南针 好 大家没有发现啊 这个越南针听起来的音色跟古针特别相似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的弦呢 是运用了钢丝弦 那钢丝弦 它的这个音色听起来是非常轻亮的 因为它的弦的材质只用了钢丝 然后也是比较薄 就是为什么它听起来声音是非常尖 然后轻亮的感觉 好 那我们就是除了古针之外跟古针相似的乐器就了解到这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slide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 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 与在悉尼的两位优秀的音乐家 一个是弹日本针的音乐家 还有一个是弹越南针的演奏者 在ashfield有一次古针 越南针 还有日本针相结合的一个音乐会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三个针的对比 是比较有意义的 有空的话我可以给大家share一下我的这个经历 好 接下来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了解一下古针的构造 下一页 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古针呢 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右边 有没有发现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图案 纹路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琴手 手级的手意思是琴头 那这个琴头呢 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小琴箱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扳手 那扳手呢是用来调音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前两 前月山 它有两个名字 你这两个都可以叫它 然后接下来到了是琴弦 古针有21条弦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的琴码 古针的琴码 比较特别 它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运用琴码去做转调 或者就是用来微调 作为调音 好 最后边呢就是古针的琴尾 还有后月山后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古针的背面 你会发现有几个小孔 对不对啊 那这几个孔呢 它们的作用都是用来穿音 用来发声的 里面呢就像吉他一样 里面是空心的 这样能够产生更大的共鸣 然后最左边的这个 是它的穿弦孔 如果你的弦断了 你就可以从最左边穿弦上来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古针的构造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古针的音阶 好 我们古针 学习古针音阶的之前 我们来了解一下 古针谱的历史 那古针在之前呢 其实是没有谱子的 我们用一个词去形容 就是口传心寿 那是以前靠老师和学生 口传心寿一代一代的人 到现在流传到现在的谱子 变成这样子 什么叫口传心寿呢 意思就是比如说在课堂上的时候呢 老师会让学生听他弹琴 然后呢学生呢靠他的耳朵和眼睛呢 去模仿老师演奏的东西 然后变成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再把它诠释 然后再一代一代传给下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到了20世纪 这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大量的外来文化 不断地涌入到了中国 那在这很大的程度上呢 让我们的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 开始不断地受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许多人呢都会拿中国和西方音乐相互竞争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他们脑子里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种像西方学习的一个观念 慢慢地潜移默化地传达在人们的思维里面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国家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专业学院 然后在学院里呢 有学习西方音乐的系统教学理念 那就意味着普兹慢慢地被收集起来了 然后整理收集 然后到现在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传统的曲目的记载 好的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古真谱是什么谱 我们看的是简谱 什么是简谱呢 简谱就是用数字去表示音符 那每个数字呢都表示每个弦里的每个音符 那它不像五线谱啊 因为五线谱一个音它可以代表任何的音高 但是简谱呢 你是需要知道它是什么调 是哪个音 然后哪个音高 然后用哪个数字去表示 才能知道你正确的音在哪里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首调 OK 好 那我们看 比如说 大家看到这个PowerPoint上面 Do,Re,Mi,Fa,Sol,La,Si 然后零 零意思就是休止符的意思 然后古真最典型的调子是什么 五声音阶 五声音阶是 Do,Re,Mi,Sol,La 少了Fa和Si 这两个音 然后那如果在这个乐曲上要求有Fa跟Si 那应该怎么弹出来呢 一般是在Mi弦上按出Fa 在La弦上按出C 这样子的弹法 好 再看下一页 在古真中最常用的调子呢 是D调跟G调 到后面慢慢接触到了非常现代的作品 我们会用到人工定弦 就脱离了五声音阶了 每个调子都不一样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看一下古真的音区是什么 古真有四个音区 然后这个Power上面有五个多 然后有没有发现多下面有什么有点对不对 这个点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古真谱里 点是表示音的高低 好 接下来问答时间到了 如果点在音的上方 音是高的还是低的 有人要抢答吗 Christina 你把Mai打开 如果点是在上面的话 它是高音还是低音呢 低音 高音 点在上面 Kristina 对点在上面 音是高的 就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如果点在下面呢 音是低的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 这是我们古真的音阶 五声音阶 下面两个点 一个点 没有点 上面一个点 最后上面两个点 这是我们的低调音阶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页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古真中节拍是怎么样表示的 嗯 有没有发现 古真中的节拍 其实是用线去表示的 它的线会出现在音的下面 线越多 那你节拍就越快 嗯 线越少 那就慢一点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休止符 零 在古真中表示的是休止符 不弹的意思 嗯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部分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古真常用的演奏技法 下一页 嗯 在古真中呢 我们的技法有分左右手 嗯 我们一般是右手去行声 左手以韵补声 是什么意思呢 右手是用来发声的 那左手是通过一些演奏的技法 去装饰这个声音 然后让音乐听起来更有韵味 所以就叫以韵补声 那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技法 花指 花指 怎么弹呢 它是用我们的手臂 带动大指 快速的连刮 五到八个音 这是花指 那它的作用呢 是一般出现在一个音的开头 或者说是一个乐剧的开头 举个例子啊 沧海医生笑着手歌里 啊 下了吗 就是每个乐剧的开头都会用花指 呃 起到一个衔接的作用 好 下一个技法 瓜奏 瓜奏呢 它其实跟花指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它占的节拍时程很多 呃 花指也是瓜奏中的一种 给大家演示一下 有没有感觉 当我弹瓜奏的时候 这个技法呢 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是有一种流水的感觉 对不对 呃 其实很多人都说 古针代表着水 因为古针呢 它是唯一一个能模仿流水声音的乐器 是不是很奇妙 对吧 那呃 在很多的乐曲里呢 都运用了瓜奏 这个技法 去代表流水 做装饰 你看就像那个 呃 高山流水中的流水 就是一下就有水的感觉了 好 那第二个呃 瓜奏还可以表现呃 一种情绪的推动 渲染情绪的感觉 那比如说在一个乐剧里的高潮部分 会用呃 呃 瓜奏去把它推上去 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最后一个音 OK 准备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用瓜奏去把你的整个情绪推上去 呃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技法 搓 啊 搓呢 其实在鼓声中分了很多种 它不仅有大搓 小搓 还有分很多的和弦 这些都是搓 OK 这样的让这个搓呢 它的作用就是能让我们的呃 音层次更加厚一点 或者它的音量更加强一点 能更加呃 丰富我们音乐的色彩 好 接下来下一个技法呢 就是摇指 啊 我一说到摇指 可能大家呃 很多古真初学者就会有点头痛 呃 一开始学习摇指 我相信你们都觉得可能会有一点难 其实不难 你们要呃 找到摇指的一个感觉 就很快能够上手 嗯 但其实我们这些学的摇指呢 只是分为呃 几种 呃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再介绍多一点摇指 让他让你们感受一下 呃 从手指上区分来说呢 古真呢不仅有大指摇 我们之前摇的大指摇 还有双摇 就是十指跟大指摇 就是十指跟大指 比如说在五曲用的双摇 然后或者是多指摇 三指摇 三指摇也有 中指 十指 大指一起摇 这是有一点难的 但是呢 他让我们的这种音音乐层次也是更加厚一点 那比较好听 好 那从支点支撑点上面区分呢 呃我们有弦呃有这个支腕摇 手腕接触 这个琴 还有就是扎撞摇 小拇指 左指点 还有是弦 压弯性的弦弯摇 可以自由移动 嗯 好 刚才我说的弦弯摇 其实又有两种 一个是压弯性的弦弯摇 刚才我说的 你弦弯的时候是用压弯的一个运动 那还有另外一个 这么摇 你的这个呃 运动呢 你是上下用这个手腕上下上下动 是一种技法 每个人呃 每种流派都会呃 追寻不一样的技法 所以这个是不是死的 它是活的 好 嗯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爬音啊 爬音的话 它是一连串的 它其有分三种 三音 四音 七音 一般是给弦弯做伴奏的一个作用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左手的技法 嗯 左手的技法 呃 我们讲 左手就是运 运味 对不对 那第一个 颤音 它是 展现我们运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法 颤音呢 分为许多种 给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经常用到的轻颤音 普通颤音 比如说弹一个音 哎 你用这个轻颤音去装饰它的余波 但是不改变它的音高 那它的速度呢 就是中快速 中速 听起来很舒服 很relaxing的感觉 然后下一个颤音就是 密颤音 啊 密颤音 听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 它是非常快的 密集的 然后幅度呢 是很小的 等一下听一下 或者这个 听得出来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颤音 啊 重颤音呢 它是改变我们这个音的音高的 大家听一下 我在密弦上按颤音 按到缩一直上下上下的 听得出来吗 它的音 嗯嗯嗯 而且是很慢的 这是重颤音 然后呢 它是比较出现在比较 感情比较强烈的情绪中 更能渲染我们情绪上的变化 好 然后下一个颤音就是按颤 在发弦上做颤音 嗯 新弦上做颤音 嗯 按颤 另外一个就是滑颤 什么是滑颤呢 呃 在 呃 做颤音的时候呢 呃 会有一个稍回滑的一个小声音 去更加增添它的韵味 嗯 比如说这个 大家听一下这首乐曲里 嗯 听到了吗 这个就是它的滑颤 颤的过程中 回滑 特别好听 好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颤音呢 它在我们南北派的争取风格 有不一样的运用 嗯 比如说在北方的争取呢 呃 它的风格呢 是比较粗犷 非常波辣 非常明唱的这种感觉 那呃 就是用了比较多的呃 种产音 密产音的 OK 比如说这个 闪脸的 闪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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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云树这一段 是感觉他的那种 比较重的这种颤音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南方风格里 是比较偏 柔美婉转 很典雅的感觉 那这里就会比较用多的是平稳 比较缓慢的这个轻颤音 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段 喊鸳鸭汽水 看起来很舒服 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点音 点音呢它是给我们的这个 呃比较有弹性的感觉 点音是这样的 比如说 有些许的几个点音 能让我们的这个音乐更有这个弹性 然后呃更加华丽轻快一点 好下一个指法就是上下滑音 嗯上滑音是这么弹的啊 右手先弹一个音 从我手慢慢的按下去 这是上滑音啊下滑音跟上滑音完全相反 下滑音是先按了又是再弹 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上下滑音结合 那当我们做上下滑音的时候 这个音准是有要求的啊 比如说我们弹多 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把弦按下去 它的音会变高 所以上滑音是把音升高 这就是为什么它叫上滑音 因为音是往上走的 那多我们要升高到哪里呢 要到瑞 OK 那咪我们是升高到发还是缩呀 是到缩 明白吗 因为我们要追寻五声音节 好 嗯最后我再快速的讲一个发跟吸的运用 在我们古证中 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的 嗯 在发跟吸里面呢 它这个暗音呢 能够呃填补我们古证中五声音节发跟音的缺失 然后嗯 但是发跟吸的运用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因为我们古证有非常多不同的针派 那它们不同的针派对于发跟吸都有不一样的处理 那比如说呃 举一个例子啊 陕西针派 那它的发就不是还原发了 它是呃 多于升发 然后还有微声发 那它是降吸或者微降吸 很多人说呃这个陕西针有欢音跟苦音 那苦音的话呃呃就是多于悲情的这种感觉 然后推动了整个歌曲的那种情感的这种走向 然后给人一种非常哽咽的感觉 对不对 在哭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朝中生派的发跟吸 呃 比如说中六调啊 朝中生派的中六调 发它也不是还原发 它是在还原发与升发的之间 你听一下 是还原发与升发之间 所以你这个我们这个音准呢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 它是需要你多听多模仿 你才能弹出它真正的像呃 有点像呃那种方言的这种感觉 你要多听多模仿 你才说出最地道的方言 对不对 然后它的吸呢 也是也不是还原吸呢 它是比还原吸稍低 但是又不到降吸 一般是用颤音来回波动 去做一个润色 好的 那呃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我们来进入到这个争取的鉴赏 嗯我觉得这首曲子啊 高山流水 今天我要奸赏的这首曲子 呃非常值得大家听 嗯 我也觉得大家都听说过这首曲 对不对啊 嗯高山流水 可能大家有听过古琴版的 然后呃古真版的 大家也有听过 其实这首歌呢是呃 最早流传下来呢 是古琴曲 那古真版的高山流水呢 借鉴了古琴的一些音色特点 然后呢 然后还有博雅玉之音的这个典故 去编写的 你们有了解博雅玉之音的这个故事吧 肯定有 好 那呃 呃流传到现在我们古真版的高山流水分为三种 三个不同的版本 那呃 呃 第一个是山东 河南和浙江真派的高山流水 现在我们要见赏的就是浙江真派的 这个浙江真派的高山流水也是如今啊 最popular 最呃 最受欢迎的大家都听过的这个版本高山流水 好 那这个高山流水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的非常难谈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跟我们你看那些快的曲子不一样 快的曲子只要你花时间练 只要你死练 你就可以可以达到方法对了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达到这个技法 但是呢 慢的曲子最难 因为呢你要如果要把它谈好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你需要对这首曲子有个非常深度的理解 还有就是你要对这首曲子有想象力 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诠释这个高山流水 你的脑子必须要有东西 那比如说我弹的第一个音 第一个音出来 你就要有一个画面感 要不然你诠释的东西它是没有那种意境的 然后 嗯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不妨如果没听过的可以去听一下 嗯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技法的分析 嗯 高山流水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着高山 一个是讲着流水 那么从中运用的技法都非常形象的 象征了高山流水的景色啊 我给大家细讲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音 你看啊 第一个音两八度抓弦 原先我们都是一个八度弹 对不对像大错 但第一个音就是两个八度 所以我们的手给得够大 如果不够大你就抓不到两个八度的弦 一般小朋友可能得长大一点才能学这首歌 好 两八度抓弦给大家弹一下 那我刚才两八度抓弦的第二音出来 大家的脑海里有什么样的画面感 是不是有非常浑厚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有一座高山就在你的面前 对吧 他用了低音 还有这个 上滑音 双托 有这种非常浑厚又纯净的音色 就像山巒起伏一样的感觉 然后 其中的 花指 还有瓜奏 代表着流水 就很像是 非常延绵不断的这个流水 不仅有 这个泉水叮咚的感觉 还有那种瀑布飞泻的感觉 因为水的它的这种 姿态是千姿百态的 可以 可以变成任何一种形态 那么 在高山流水中流水部分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 呃 这种情感变化 然后它的技法强弱啊 去表达这种流畅不止 穿流不息的这种音乐意境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就 呃 说不了太多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首 《站台风》 嗯 《站台风》这首歌 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古真现代作品 嗯 这首曲子呢 它的这个曲调是非常有气势的 听起来非常的 嗯 怎么说 非常的有紧张感 非常激烈的这种感觉 那它一共分为五段 嗯 给大家听一下 好 第一段呢 它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出现了这种 呃 出现了就是繁忙的码头景象 因为这首歌是讲着码头工人 呃为了保护呃 我们国家的财产 然后呃 呃 跟这个台风去奋斗 呃 去跟battle的这种感觉 好 然后第一段就是呃 台风还没来 它是描绘着码头工人 呃 在做工 非常开心快乐 有力的这种感觉 啊 这感觉特别快 对吧 好 然后 到了第二段 台风来了 台风来的时候呢 运用了也是刮咒的技法 但是是比较现代的 呃有设计感的这个刮咒 呃三阵风 去形容台风的可怕 大家听一下 或是 轻松心 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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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所以古珍他的这个弦经过改革了以后呢 他就能承受我们这么大力度的去演奏 然后到了第三段就是我们全曲最长 听会最长的这里就讲着我们的这个码头工人 跟台风激烈搏斗激烈搏斗的一个场面 像这样子啊 好到了第四段 哎这个 这个鸡斗搏斗越来越激烈 又运用了扫弦还有点指的技法去展示这个码头工人 跟这个呃台风搏斗的这个场面 然后点指 大概是这样子就感觉特别越来越紧张 他的那个情绪越来越高涨 对不对 他就像是一个climax 一个高潮一样的一个乐段 然后到第四段 然后到第四段 他开始雨过天行呢 意味着什么呀 码头工人战胜了 这场自然灾害 一切都宁静了 OK 因为他的曲风变得更加的甜美了 更加优美了 感受到了吗 一顾天晴的感觉 好 到了第五段 发现什么 他的旋律是跟第一段一模一样的 他意味着这个码头又开始重新恢复正常了 然后码头工人又开始回到了繁忙 但是又快乐的这个工作中 嗯 好的 这是我们展台风的一个鉴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首 西域随响这首曲子呢 也是比较具有这个现代作品代表性的一首古真曲 为什么我选这首作为古真见赏呢 因为呢 他运用了非常有特色的定弦 就是他的音阶 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图片啊 是什么音啊 我看一下啊 用了一系列的 那这里的话 他的音阶是没有规律的 是不是感觉跟五十音阶 非常的不一样 对吧 那这个音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呢 是需要我们 用这个十二平均率的这个调音器 一个一个音把它调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人工定弦 它是非传统的吊式迎接定弦 嗯 那这样子的定弦呢 非常的突出浓郁的西域风格 我给大家听一下啊 感觉你到了 感觉你到了走到了哪里 走到了一个大沙漠里面 然后骑着骆驼 拍着摇铃啊 然后好像漂亮的新疆姑娘出来了 然后端着 哇一个大水灵灵的葡萄给你吃 非常热情的这种感觉 这首歌就是在新疆地区的歌曲 然后反映的是新疆地区人民载歌载舞 欢乐的场面 它特别的地方呢 不仅是运用到了特别的定弦 还有就是用了多变的节奏 它的节奏呢 它不是像我们平常弹的 四四拍三四拍二四拍 这些是比较简单的节奏 这里会用到了非常多 比如说什么五八六八 然后什么十二九 都是就是你一下子打节套 也是一下子是算不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它应用了 参考了我们打击乐的 这样的技法 因为新疆不是这样拍那种鼓吗 然后你跳歌 不是 跳舞的 跳舞唱歌的时候呢 会跟这个打击乐配合 这样你才会有这种律动的感觉 对吧 那古真 这个王建民先生 就是这首歌的作曲 他就参考了打击乐的技法 运用到了我们这个指尖的拍琴 我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能看到我吗 比如说这一段啊 给大家听一下 请 一段一段啊 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首歌的作曲 是什么 好 对 这首歌的作曲 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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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